各位特别注意,明天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把程式打好之后,要怎么样test 基本上上面不是有什么 呃,这边3333 或者33,我们先从333开始 333应该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test的时候呢 用这个方式 传进这个参数 3 3 3 这样不会比较简单,不然你将来要test的话 你怎么test的话,那每次要改 浪费时间,你才一个小时而已,一集只能半个小时,虽然不算少 但是 其实很快时间也到了,有没有 等边三角形 那第2个是说你可以再输入第2个,335 680 所以335 680,335 335应该是什么 335 直行,你看一下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就出现 这个应该是等腰三角形,对不对 然后呢680 6 680应该是什么三角形 执行,执行起来 OK 看一下 这是直角三角形 那一样的方式 反正各位就是利用什么 参考结果 看看有没有 跟他跑出来 都一样的话 那跟各位讲,你的分数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看完这个之后,test完毕之后 再来就是评分项目 每个全部在review过 那我想 你这个分数应该就是已经铁定的 很稳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考试嘛 反正不外乎就是要拿证照 不然你干嘛考 浪费时间 浪费钱 所以 利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循序的把它做出来 那等一下我再把画面提供给 就是我做出来的画面给各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参考一下 那当然作答的方式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 像网络上各位搜寻一下关键字 应该有别的 这个分享 不过他有些是写成方法 有的写成物件 其实这种这种这种考试说真的啦 他只是要你结果对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搞那么复杂 有的还有 Try cash包覆 或怎么样 其实说真的 那个部分程式 你多加没有加分 反而可能会被扣分 因为我题目没讲说 要叫你做这一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做呢 所以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个有点像什么 叫做 你要表现很厉害吗 或者是 但没有加分反而可能会被扣分 我想说 我这里又没有叫你做这个 之前还有同学就说 老师这个有些这里面 那个问题里面有错误 OK